彰化新政府10日表扬 此事为由各国中小学及高中子学校所推荐的 雌校家庭楷模 以及在推动家庭教育表现卓著的八所特优学校 希望幸福家庭能从校园做起 具体展现校轻行动 营造温馨和乐的现代健康家庭 减少家庭不幸事件发生 家庭教育的仿式 还有选出八位的慈善教育的楷模 送到教育部去做临选 最主要的目的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活动 来彰显我们家庭教育的功能 此次未得奖的同学都能尊重体恤 长辈和家人间相互关怀 一起提升家庭生活关系 非常难能可贵 感谢我们学校的老师 因为他给我们的这个机会 然后让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的日常生活互动 然后很荣幸可以成为全国肖体恤模 就是当上肖体恤模的话 主要要谢谢学校的推荐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谢谢我的爸妈 因为没有他们我应该不会全上这肖体恤模 彰化县政府呼应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 发起希望大家注重家人关系 以言而口守心五道学习行动法 鼓励全家人一起做到彼此之间 无距离拒绝冷漠的关系 并让这股正向的力量升值于每个家庭中 让父母慈子女孝的慈孝意涵永远流传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文报道